在皇太极的后妃中,有一位背后人津津乐道的其女子,她就是官居公臣妃海兰朱。 海兰朱是孝端皇后哲哲的亲侄女,孝庄的亲姐姐。 孤侄三人共是一夫,这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。 当年二十六岁的海兰朱被哥哥送入皇宫之时,她背负更多的是家族的利益。 虽然不再有花样年华,可她却能迅速地得到皇太极的宠爱。 皇太极称帝后,海兰朱被封为东宫官居公臣妃,地位只在孤孤折折之下,成为后宫里被皇帝专宠的唯一女子。 海兰朱生皇八子,皇太极开心地发布大赦诏令,也是大清立国的第一道大赦诏令。 皇太极将海兰朱生的儿子,当作储君对待。 好景不长,还没来得及取名字,年仅半岁的皇八子就夭折了。 丧子之痛使得海兰朱一蹶不振,身体每况愈下。 得知她病重,千里之外征战的皇太极,马不停蹄不顾一切地赶路,只为再见她一面。 不幸的是,天人永隔,海兰朱没等到宠爱她的夫君,就相消欲远了。 为此,皇太极伤心,多日不时不休以致昏迷,言语颠倒。 海兰朱被皇太极追封为免惠公和元妃,她成为了清朝第一位,被皇帝亲临祭奠的妃子,也是唯一一个,被赐予四字诗号的妃子。 在当时的清朝,元妃有元妃的意思,这让当时的中宫皇后哲哲亲和一堪。 由此可见,海兰朱在皇太极心中的地位,这也成了妹妹笑装,打压姐姐海兰朱身后事的重要原因。 皇太极及与海兰朱的身后荣宠都是高规格的,她没有料到的是,后世子孙网顾她的心情,甚至到了末世、忽视、无视的地步。 皇太极死后,在顺治朝的档案记载中,海兰朱的四字诗号和元妃的称号,就被忽视抹掉了。 陈妃的字样也只是偶尔出现,这一切缘由不是来自孝端文哲哲,因为哲哲的顺治六年就轰了。 海兰朱被打压被忽视,自然是来自当时已是皇太后孝庄,海兰朱的亲妹妹的授意。 海兰朱葬在皇太极的昭灵妃元寝,清朝有四位皇帝,先后十次到东北宫祭祖陵。 在清宫档案中,都有遣官记昭灵妃元寝的记载。 在提到昭灵妃元寝时,都有陈妃、义敬大贵妃、康慧淑妃元寝这个名称,将陈妃之名列在首位。 看似陈妃得到了皇太极子孙的祭祀供养,但实际上从康熙朝开始,陈妃就没有出现在被祭祀的名单上。 康熙对皇太极和顺治的诸位妃子都礼数周全,偏偏默示打压陈妃,只能说是来自孝庄的受益者。 到了家庆朝,陈妃的名字,彻底从档案中消失了。 孝庄极恨姐姐海澜珠,不满丈夫皇太极的过激情感和举动,以至于儿子顺着不齐后尘,不爱江山爱美人。 让姐姐海澜珠死后得不到祭祀供养这种方式,发信不满和报复,很符合孝庄的性格。